下面这些单身的程序员们 要不你们也学一学魔术呗 说不定啊 你就能拖单了呢 哈喽 我们大多都单身 你若看上哪个 请敲玻璃 多些 行外人永远不懂程序员的头 我们没有时间恋爱和相亲 请敲玻璃定缘分吧 你们就是因为太宅了 应该像我一样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唯一想带走的 就是我家沙发 因为坐在上面 实在是太舒服了 朋友 我有预感 你只不过是 换了一个地方宅而已 我家的狗狗 也想改变宅的毛病 可是刚出门走一圈 就打退堂鼓了 脚鸭子动得不行了 去外面走一圈 才发现还是家里舒服 如果你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主人 哪怕世界再大 你都可以放心走弯 因为我四腿都不需要落地了 还是第一次看见真要遛狗的 简直遛出了新高度 主人说好带我出来散散心 结果只顾着自己谈恋爱 把我包裹在这里动弹不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 狗狗是搭讪女生的工具 一旦成功 你就完成任务了 如果我形象再好点 我也不是单身狗了 这一切都要怪罪我主人 非要给我整这个高型 我越看越像千层饼 可能是你年纪大吧 身上都开始长褶子了 我对交朋友没有兴趣 我唯一的兴趣就是吃吃吃 而且我是素食主义者 最喜欢吃的就是西兰花 要不是家里狗粮吃完了 我差点就相信你说的话了 你有本事下来呀 你有本事上来呀 你们俩别吵了行吗 大早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啦